即使只有一根弦 依然可以譜出動人的樂章 即使只有一顆氣球 依然可以帶你到很遠很高的地方 即使這個家不一定華麗 但是我們 愛上這一家 愛上這一家 家呢 有好多種 很多種 是什麼樣 哪一種 還有一種家 叫做娘家 對 娘家就是幹嘛一家嗎 我知道妳現在還沒有娘家 說得好 對啊 說得好不好 對 所以呢 妳有一個最大的娘家 就是移民水 對 移民水 台灣也是 但有更大的娘家 真的 更大的 我告訴妳 今天大娘家 小娘家 通通把她找來 我們節目最近來的都是大人物耶 而且是娘家自己開車行動娘家 不是 行動列車長 是 大對頭之一 是 我們移民署的副署長 何龍村何副署長 來 各位觀眾大家好 你好 何龍村 移民署副署長 副署長很親切 好 你現在聽他說話你就知道 好 這是娘家最典型的人物 是 還有第一線的 讓他花蓮服務站的主任 陳俊璇 陳主任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陳俊璇 移民署花蓮縣服務站主任 主任 這個後山的地方 很出名 是 小到送迷 大到幫人家打官司 什麼都幫忙 是啊 這邊就是我們有邀請來的是 伊甸基金會的夏靜宜 小姐你好 小姐好 大家好 夏靜宜 伊甸基金會宜蘭教養院院長 我們的Peter又來了 老朋友 來自台東服務站的專員 陳允平先生 歡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叫我Peter就好了 陳允平 移民署台東縣服務站專員 來自越南的朱清竹小姐 大家好 朱清竹來自越南 現任移民署花蓮縣服務站 翻譯至公 今天我們現在住花蓮嗎 住花蓮嗎 是我老家耶 是啊 好山好水 好 我們來 接下來第一個呢 我們就來問問看 既然是娘家的列車 要先問問看我們的列車站 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服務站 副主任 好 移民署還沒成立以前 入出境管理局在北、中、南、東 還有金門、馬祖有設服務站 另外警察局在各縣室有外宿服務中心 好 移民署成立呢 還是維除這樣的傳統 在每一個縣室都設一個服務站 就這樣子 服務新住民 只是業務是不一樣的 已經擴大了 另外雖然五都有三都是合併的 現在是二十二縣室 移民署為著服務我們這些新住民 在三都我們是沒有合併的 還是維除二十五個服務站 這樣子 這麼多服務站喔 那這個用... 人力、物力其實是很多的 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要就近服務新住民 在我們感覺還是少了 所以我們才有 到偏鄉再去服務 就這麼樣子 是 這個行動是... 不是啦 那一個我們服務站 它會靠看它的暇期的大廂 原則上是 像我們花蓮服務站 是 它這個禮拜到鳳林 是 再兩個禮拜以後 就到混眼的護理去 難怪這個陳主任 狂海的滿身風塵味 一定要風塵 風塵普普啦 風塵普普啦 是 是 現在我們金門是最熱的 它是一個... 兩個禮拜跑五趟 金門 其他的個限數都是 兩個禮拜跑一趟 兩個禮拜跑一趟 那可是像陳主任 這麼忙嗎 花蓮很長耶 對 我曾經到過護理過 從花蓮到護理開車要三小時 再回來六小時起了 有的還不是護理裡面 是護理的很裡面的護理面 是不是這樣子 應該不是 因為我們都會把我們要去的入期 時間告訴附近的 還有請那個地數台幫我們先導 另外我們會發傳單 會寄通知單給他 所以去之前又廣告一下 叫他哪一天可以到護理的一個 那個教會是不是 護理天主堂 對 天主堂 然後來這邊就進來服務這樣 是 這是行動的意思對不對 對... 那陳主委 你可以告訴我們就是說 你這個兩個禮拜跑一次 那這樣跟早的腳 就是跑得透透 是不是你其實是兩天就跑一次 其實這個服務 是應該是 那服務我們有兩種嘛 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服務站 這個櫃台的服務 另外一個就是剛才我們這個 和副署長所提的這個 行動服務列車 行動服務列車顧名思義就是說 要行動嘛 不能坐著 那我們這個車子就很會跑 那這個兩個禮拜 一探是跑這個鳳梨 就是在花蓮的中部 一探是跑這個花蓮這個南部 副里鄉 那講到這個副里鄉 因為這個路程比較遠 一探下去就是三個鐘頭 所以車子不會跑 人沒有耐力 大概就跑不到 那這個我們下鄉這個服務 最主要就是說 這個收件 他們這個... 因為從副里到這個花蓮 一探要三小時 來回一天就去了 那我們經由我們自己親自的這個下鄉 幫他們收件 辦好之後再寄給他們 省了這個他們這個 舟車往返的勞盾 那另外就是 法令諮詢的部分 因為他新住民入境 那很多方面不熟悉 關這個民俗風情 就已經弄不懂了 那更何況這個法令這麼艱深 那所以我們就是說 利用每一個月一次的這個機會 親自跟他們面對面的 來做一個宣答 然後另外他們有問題的部分 我們也能夠親自做一個解答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個案的這個服務 好 個案有什麼有困難的 好 我們就是說 馬上把這個問題帶回去 是 這個專案來簽給我們這個長官 來做這個解決 那當初為什麼你們有這個想法呢 復主 那個我們服務站當然就是 服務我們的新住民 是 現在以前在移民署還沒成立 以前就是警察局在辦的 就只有一個受理孫情案 一件很單純的事情而已 包括基留症的延期 停留的延期 就這麼樣子 外橋基留症 移民署成立以後 原來的受理孫情案的 包括大陸來的包括外國來的通通辦 另外我們還多了一個移民輔導 還有入境的關懷 還有那一個法令的租行 是 還有特殊個案的協調轉介 就這樣子 我就帶一個百寶袋來 又有百寶袋 我們新住民剛剛從大陸 從越南到我們... 進來以後到我們服務站 要來辦外橋基留症 我們移民輔導就開始說 你就在我們... 我們移民輔導室做一下 我們就跟他介紹 我們有什麼需要他們知道的東西 另外我們在裡面 百寶袋裡面 包括有越南的、有泰文的 有緬甸的、有印尼的 還有中國大陸的 就這樣子 今天如果是從越南來的 我們就給他一本... 一本... 越南文的一本... 可以看一下嗎 謝謝 好 就連百寶袋就給他帶回去 就這麼樣子 那整個袋子是送的 送的就是給他帶回去 讓他感覺到 我們是有關懷他的 就這樣 這是很多電話 這是很實用的東西 對 接著我就來問問看 這個服務站裡面除了 大致上有哪一些業務啊 副總 服務站最基本的就是 受理孫請案 再來就是法令的租行 是 再來就移民輔導 要入境關懷 個案的協助 法律的協助就這麼樣子 這幾個大項目 策略聯盟 最主要我們還要辦國際移民日 這個月開始 國際移民日就要開始了 國際移民日 國際移民日 對 市長 那是什麼名字 12月8號是國際移民日 是 那我們每次把它訂成 就是說讓我們所有的新住民 不只陸配、外配 還有白領的、還有藍領的 通通喜歡這個設地方 我們讓他們能夠參與我們的活動 就這麼樣子 像我們以12月1號來講 前省有八個縣宿合辦 要辦國際移民日的活動 包括社灘、仙島 就這麼樣子 像台北、屏東、台東、通通的 就我要問問看主任 除了剛剛副作所講的這個 這些什麼什麼的 都是項目 太多了 真的 有沒有做額外的服務的 策略聯盟嗎 不是 就是剛剛這個服務站的 這些服務項目 就你的經驗 你有沒有做過這些項目以外的 額外的服務的 額外的這個服務太多了 究竟服務站還提供過哪些 特殊的服務呢 他覺得說我很像什麼都不行 我沒有辦法生存在這塊的地上 後來有機會跟移民署接觸的時候 我在那邊當主公 就是慢慢有自信 然後就會跟人溝通 所以我覺得在我心中 在台灣這一塊移民署 永遠是我的難民 我真的不是一個人 但是我還是有一個人 會不會有的 我不是一個人 我好想這塊的地上 今天會不會 成功的 也不算可以 都不會有什麼人 我都不會有什麼人 剛才我還要是 就你的經驗 你有沒有做過 這些項目以外的額外的服務的 額外的這個服務太多了 這個我舉比較重要就是說 像我們這個快過年的時候 前夕嘛 我們會寒冬送嘛 因為在三節的時候 我們都會辦這個活動 比如說剛才講的元宵節 專武節 中秋節 那另外還有這個辦讀書會 請這個新住民一起來參與 提升他們這個內在的這個特質 沒想到服務家還要辦讀書會耶 不錯... 真的是什麼都包耶 包山包海耶 那Peter呢 特殊的嗎 我們比較額外就是 像我們會享受偏鄉地區 一些新住民的就業的問題 當我們行動福利車開到那邊 我們看到新住民有一些就業的問題 我們也寫了一些計畫跟一些單位爭取 最後伊甸基金會大力相助 一起配合 所以我們就跟他們配合 就在在地的部分 我們找到一個無神父膠底按摩 那無若是神父 他本身很願意去協助這些新住民 他也一直非常熱心的去幫助所有的人 包括原住民 新住民 我們以那個地方 也是做我們的行動福利車的據點 我們也在那個地方搜建 也在那個地方發現一些問題 然後後來我發現的問題是就業的問題 然後我就寫了一個計畫 然後之後那個計畫就是 找到好幾個單位 最後伊甸基金會這邊把新去做了 這個部分可能要請伊甸再 對 跟我們講一下那個計畫 好 那我覺得應該這樣說 就是我們伊甸基金會在台東這邊 服務新住民大概已經五年了 伊甸最早就是從服務身心障礙者起家 為什麼會做到新移民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 我們很多的生障者 他們的另外一半都是娶到外配 我們也做了很多小孩子的早療服務 早療服務的孩子 很多是發染遲緩的 媽媽是外配 就別人文化刺激很少 所以就這樣我們就一路 就走到新住民他們的家 開始做服務 那我們看到特別在偏鄉的 新移民的家庭 特別是這些外配來到台灣 他們都成為家裡的 上面要照顧父母 現在都是這樣 對 就是上面有兩個老的 然後下面有小孩 就他們要承擔家裡的很大的 不管是照顧的一個壓力 還有他們經濟的壓力 因為可能另外一半要在外面打拚 那可能工作 在偏鄉裡面工作 又不是那麼容易取得 那我們的外配婦女 來到台灣之後 以他們的語言跟文化 要能夠很快的適應 或是很快的有機會就業 來照顧他的孩子 就有足夠的收入照顧孩子 這些事情 這是很大的困難 是 所以我們就開始思考說 怎麼幫助我們除了 做了一些新移民 二代的一些照顧 譬如說我們做 我們開了越南語 對 我們幫小孩子開了一些 譬如說越南語班 讓他們有機會回到 跟媽媽回到他們的故鄉的時候 可以跟外公外婆講 也讓他們知道他們的 講母語 對 也讓他們知道他們的文化也很棒 都很棒 所以我們就思考說 當我們在做這麼多小孩子服務的時候 如果父母的服務沒有被支持到 是 好像孩子的照顧還是一個問題 所以就這樣子 我們就開始思考 怎麼幫助我們的外配婦女 新移民婦女 有一劑之長 在台灣的社會工作 所以在這樣的紀念裡面 剛好有一次跟Peter在聊的時候 就發現 在長濱這邊剛好有 吳若石神父 也是台灣的那個使主 腳力按摩的使主 那他們那邊有很多的新住民 那他就希望說 幫助這些新住民 他們有一劑之長 做腳力按摩 特別是我們發現 像台東很多人喜歡去騎腳踏車 那騎腳踏車跟民宿業者合作 騎腳踏車的人到晚上 可能很喜歡腳底按摩 有人幫忙做服務 對… 有可能會痠痛 對 我們就覺得 這個可能是一個 他們可以就業的市場 因為目前新住民在 以…在台東來說好 因為他們大部分 是家裡的照顧者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去很遠的地方工作 可是以偏鄉來說 就做農 或做…好像沒有其他的 要麼就是做 要麼是更甜的 要麼就是洗碗之類的 去民宿業者 民宿業者裡面 做一些打掃清潔 可是薪水真的很少 又可能不符合勞基法的 一些要求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希望 幫他們開拓這個部分 所以說剛好 Peter在中間的一個引件 他無神父有這樣的想法 剛好跟我們原來想要 幫助新住民的就業這一塊 就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伊甸這邊 就默了一些經費 默了一些資源 當然來自於社會大眾 給我們的支持 我們就把這樣的一個計畫 就做起來了 當時候這個無神父之所以 對 我所知道的這個 他之所以會想到這個腳底按摩 當然他自己有一個 從瑞士來的 他們家鄉就有這樣的背景 就有這個背景 但是他就想說 如果我們在這個偏鄉 能夠自己有自己的保健 這樣就少看病 少生病 少吃藥 對 結果後來現在還可以 變成新一名 他們能夠來來你為生 學習的一種醫技之長 沒錯... 沒錯 就是人的這個生活 其實是無限的想像 是... 那我們來問問看清楚 清楚 在這個... 這個服務站啊 這些小娘家 或者是台北的大娘家 你有沒有被他們服務到 或者是你曾... 你也變成是他們的娘家之一 對 其實我... 我覺得移民署 我從加入移民署在花蓮的時候 在以前是九十八年的時候 我覺得那一刻開始是 我現在人生的出發點 這一個出發點 我以前是憂鬱的 憂鬱嗎 對,就是有一點憂鬱就是說 因為你來了這塊土地上 然後... 因為我們越南本來是國字不懂嘛 我跟老公溝通的時候 越南國字不懂什麼事 不是,來台灣 我們越南人來台灣 國字不懂啊 你說華文 對,所以... 對,所以連跟先生溝通 也沒有辦法的時候 會失去自信 會覺得說 我很像什麼都不行 我沒有辦法生存在這塊土地上 那後來我孩子他上了幼稚園以後 我就有機會跟移民署結束的時候 我在那邊當志工 那我覺得從那一刻開始 是我學習 就是慢慢有自信 然後就會... 會跟人溝通啊 所以我覺得在我心中 在台灣這塊 移民署永遠是我的奶年家 對,就是覺得說... 這一點 而且我在那邊服務好幾年 我發現我每天看到他們 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讓我深深的感動 比如說哪一件事會讓你感動呢 究竟服務站專員 什麼樣的舉動 讓青竹深深感動 他本來怎麼講呢 我就送給我們樓下那個外省來的 然後軟了一下 因為我們講外省 大部分講民國三十八年來那一地 他也是外省啊 但是他沒有感覺他是外省 他已經是跟我們是相同的 已經在地了 我記得以前 我跟一個莊園 到那個偏僻的地方去服務的時候 然後那個新移民他要幫身份證 可是他要幫身份證的時候 他要到台北要放棄國籍嘛 然後因為他沒有十二... 因為他每次坐火車就到台北十二點 他們就沒有收件了 所以我們莊園 他鄰神...隔天鄰神三點鐘 自己在花蓮開車到瑞稅 在那個新移民到花蓮的火車站 給他坐舍到台北 讓他來得及去幫這個證券 我覺得納柯就... 我覺得他在我心目中我覺得 我看過非常...對 他做到這樣 對啊 做到那一種 那個鑽人該不會是妳吧 所以底森叫純將起 對 我覺得在他的 在我...我看他這樣子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那個... 然後也是因為他 也是因為認知他 那我才有今天坐在這裡 對 其實青竹還有更多的 他在...還有做翻譯啊 很多更多的故事 我們待會兒問妳 好 我們先來讓副作人來告訴我們 副作人也有很多 第一線接觸啊 服務的經驗 副作人有幾個故事 要跟我們分享 好 第一個 碰到了說 我們到南投期的時候 有一個大陸來的配偶 新住民 他...台灣的先生是在開那一個 叫做卡車 他有喝點小酒 結果肝就壞掉了 肝要餘族 結果我們那個陸配新住民 他就住院的 那我們就說他是 就這樣 那時候我們就帶陸委會 我們的行動列車的合作對象 是陸委會 帶陸委會去 陸委會他們經費比較多 就給他慰問金三萬塊 就這樣子 我們就... 這個是第一個案例 第二個案例 我們的行動服務列車的服務項目 是受理孫請基留案件 法令解答 還有個案以及移民輔導 還有多元文化的先導 最主要呢 我到了那個台中的太平 也是一個陸配 他怎麼樣呢 他... 我們服務站在楓原 他就寫了一封信給我們 寫了一封信給我們 他說他以前沒有行動列車的時候 是 他騎腳踏車從太平到楓原 我們要兩個小時 好久 馬拉松 現在我們行動服務列車到太平 他就就進去了 去辦了就好了 我到他家去以後 才看到什麼叫做山東饅頭 特別做了這樣的山東饅頭 真的 好大一個饅頭 像帽子那麼大的 像帽子那麼大的山東饅頭 山東饅頭 這個我們要去拜訪這個虎女士 去吃那個山東大饅頭 大饅頭 是 看你們什麼時候要去 我就帶你去 好... 舊團去 是啦 另外說真的 我們這幾年來 多元文化族群融合 真的有發揮的成效嗎 是 這個月月初 我到澎湖去 有一個 這是北... 這一個是北京來的鹿片 是 新住民 他跟他先生在澎湖的內海 在那邊養海鯉 我們台灣的海鯉 他們大部分都他家裡 海上相往 對 他養了海鯉很大 出不完 出不完他就分給林基 好 他本來怎麼講呢 我就送給我們羅夏那個外省來的 我軟了一下 因為我們講外省 大部分講林國三十八年來那一集 他也是外省 但是他沒有感覺他是外省的 他已經是... 本來我們是相同的 大家都說是同一個族群的 就這麼樣子 對 他就表示說我們多元文化 海鯉融合了 對 是... 這個禮拜 前禮拜二我到宜蘭去 宜蘭一個印尼的陸佩 他就寫一個感謝信給我 他說怎麼樣呢 他... 那一個叫做... 他老公署掉了 他要... 怕我們把他遣送回去 我們小孩會... 那一個叫做分散 我說不會... 有小孩了 我們就把你留下來 他就非常感動 他在那邊... 現場上就練他的印尼 他還不太會中文 他一練印尼語的 另外我們就同學 再幫他翻譯成中文 這個是真摯的感情在裡面 對... 說謝謝 然後走投無路的時候 透過據點的社工員 還有和副署長的協助 今年的九月份 拿到台灣的身分證 對... 這真的... 這幾個故事都好文心耶 老師說啦 你會覺得好像這是公務員 你們做的都是應該的 但其實我們就看到這個 人和人之間的 心對心的交流 對 這個才是服務的本質 這幾年來我們跟那個 NGO團體啦 跟外配團體啦 跟伊甸充溫合作 我們就才從文生救苦的方向去 照顧我們這些新助理 就這樣 這個娘家真的是菩薩 來救世的 對 這個故事真的是很多 那陳主任 你跟我們說說 你這個經驗太多 我們搜尋陳主任的故事一堆 你隨便跟我們講一個吧 我這邊分享 我在年初那個寒冬送了三個案例 第一個那個 我們到還是一樣講副理 我們就跟這個洪石智慧 一起合作 把這個物資送到這個副理箱 那原本想說 這個應該是一般比較弱勢 經濟應該不會說苦到什麼地步的 這個新住民 對 結果我們把物資送去的時候 那我就在這個門口 門口看了看 然後又進到他們家去參觀一下 嚇了一跳 我想說這邊是來到… 來到哪裡 真的叫做所謂的 裡面最值錢的是 一台電視 那一台電視 應該是抽獎抽到的 或是人家送的 其他的地方 連桌椅都沒有 真的叫家徒四壁 然後那個油漆 牆壁的油漆都沒有粉刷 然後兩個小朋友 真的我覺得都很辛苦 他媽媽抱這養著兩個小朋友 那這個先生也是打零工的 那家裡的這個經濟狀況 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我看到這個情形 我們這個適時的 在這過年前戲 送了這個物資來到他們家 我想也能夠 聊表一點心意 讓他們能夠過一個好年 就是娘家的第一線的人 然後去看到那個第一線的 真實的情況 我們其實都很難想像的 是啊 怎麼...這樣子怎麼做 我們台灣還有... 我們台灣還有這樣的生活喔 那他們遠到來 然後騙台灣當地在地的人 然後碰到不一樣的生活的情境 其實真的是很需要 娘家的人出動上山下海 然後去代替我們的眼睛 代替我們的手腳 然後來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做什麼樣的服務 我們也來想問問看屁股 下段節目成專員分享她 印象深刻的服務經驗 不要錯過 所以我們會一直摸物資 包括米啦 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耗材 我們都會摸很多 那很開心就是 因為我們要去送 所以我們有時候工人 他們都女孩子 又沒有那麼好的車子 好可以把它送出去 所以他們的行動浮力 一出來 我們就趕快把東西全部 上他們的車上去了 包括米 所以他們出去之後 那個輪子都會卸下去 我們也來想問問看屁股 其實服務跟花蓮服務站 大同小異 不過我們 我們行動服務力士出去 我們不會說自己同人出去 我們還配合MGO 他們會跟我們同車 為什麼我們要跟他們同車出去 因為我發現伊甸這一塊 它是我們的金主啊 怎麼說… 其實伊甸它 其實有一些方案 是我們當場看到一些個案 他需要後續支援的部分 當場就把問題丟給他們 你看我們都... 他們後續就接手了 我們好像看到大熊跟哆啦A夢 對 比如說那個小朋友客服 還有發展遲緩 其實這個是他們的專場 另外我們還配合我們的志工 跟通一起出去 那我們志工有那個 衛生局退休的課長 他以前還是住產室 然後還有一些早期 我們生小孩子有一些 都到家生那一種的 看到衛教的問題 我們那個退休的課長就很厲害 所以你這個小孩子要怎樣... 俘虜要怎樣 我們就看他們看傻的 我們跟他們講一堆 他們專業的東西 然後我們看到那個小孩子 發展吃法 或是說他們會攻擊陌生人 我們發現他有這個現象 馬上伊甸又出來了 所以我們行動服務力士一帶出去 什麼問題都解決掉了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做 比較弱勢的照顧啦 那哪裡有需要 我們就往哪邊跑 是 那像我們也會在 因為偏鄉比較多物資的缺乏 所以我們會一直募物資 包括米啦 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耗材 我們都會募很多 那很開心就是 因為我們要去送 所以我們有時候工作人員 他們都女孩子 又沒有那麼好的車子 好可以把它送出去 所以他們的行動服務力一出來 我們就趕快把東西 全部送他們的車上去了 幫我們米 所以他們那個出去之後 沒有你太揍了 對 就是這個問題 對 就把我們所有的木萊的米 清潔劑 日常用品 就上車 就跟著他們到處跑 那看到哪邊有什麼需要 比如說有些孩子 有些經濟的需要的支持 我們會進到我們的系統去 身體幫他們身體一些 如果是家庭的一些經濟支持 比如像有些小孩子這個學期 可能沒有客服的費用 或是可能沒有午餐的一個經費 或是還有他們可能 有時候也會希望這些孩子 可以跟上一般孩子的腳步 讓他們可以有機會在下課之後 可以有一些才藝的課程 或是一些比如說數學 補習的課程 那可能家庭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我們就會申請一些經濟補助 讓他們可以滿足這方面的需要 是 對 我們希望有很多的資源 在我們身上 行動服務力的時候 一出去的時候 這些個案都可以獲得解決 是 那像這個是去那個鹿野鄉 這個是太馬里的 這個照片這是太馬里的 是 那這個米好像也是伊甸的 就是其實移民署的角色 當然不是說一定什麼東西統統有 國家的資源本來就是有限的 對 但是它起碼是一個... 是一個這個平台 對 然後把自己展開 然後各樣資源可以互通有無 然後轉介 然後該有專業的人獻出專業 該有資源的人提供資源 因為這個我覺得是移民署最大的一個功能 是啊 那我想問 靜宇 你在這個過程中有什麼特別的經驗 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好 我大概有兩個滿特別的故事 因為像我們在這次做外配的一個就業 只是幫他們訓練那個角力按摩的 像有一個軟師 他嫁到台灣應該十幾年了 就是他的女兒 兩個女兒九歲跟六歲這樣子 然後他跟他丈夫的感情很好 然後可是他就是兩個小孩 因為長濱那邊一直都是那個 就是天氣很不好 下雨天很多 對 天氣不是很好 那兩個小孩都是過敏體質 就是黑眼圈 然後那個過敏 對...很多 那老公又是那種痛風 那他自己是 他怎麼那麼可憐呢 全家都有病 他自己就是好像常常睡不好 結果來上這個課的時候 雖然很辛苦 因為很難繼續得到 可是他透過這個 有時候幫老公 練習嘛 幫老公按摩 幫孩子按摩 發現小孩子好像過敏給我改善 老公的痛風也改善 包括他自己連睡覺都睡得比較好 他就很開心 他覺得說原來他學的東西 可以幫助他自己的家人跟他自己 然後呢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他在那個 天主堂裡面還可以服務一些老人 老人在那邊角力按摩 對 然後我就問那老人說 你覺得這個有 他說有啊 每個禮拜都來 然後我就發現他其實透過這樣的過程 他自己照顧到自己的家人跟自己 也幫助到別人 還有力量幫助別人 對 然後就 他就變得很有自信 而且很開心 對 那我覺得這是我們看到 很開心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最讚 就像剛剛清竹說的 會有自信耶 對不對 這個我們導致來問問看清竹 清竹其實長期在幫人家做翻譯 做通譯 你的這些過程裡面 有沒有印象很深刻的 有移民署的角色 對啊 或者是有這些 像伊甸基金會這樣的幫忙 你的經驗 其實我覺得在我們外陪 就是越南 尤其是越南這一塊 就是 語言上的溝通 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有時候兩個夫妻是相愛的 可是因為語言上 沒辦法溝通的時候 他就變成不相愛 這麼嚴重喔 就變成一種 對 對 就是因為 這是溝通的問題 就是變成誤解 我要講的意思 然後 其實我印象很深刻 是跟移民署這邊的行動烈色的時候 有一個案子是我覺得比較悲 比較悲傷的 他老公是才三十幾歲 然後是中鋒的 這麼年輕就中鋒了 對 他中鋒 他是完全失能的那一種 然後我那時候 我們在那邊坐著問 然後我們就是 我們是去關心他 那個姓移民嗎 然後問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 其實他中鋒之後 才去許這個外陪的 他這個外陪是印尼 中鋒以後才來許 才去許 對 我一開始以為是許回來才中鋒 可是問才知道是 他中鋒才去許的 可是我看到這個印尼外陪 他很開朗耶 他那個笑容是很 非常的很正的 我那時候 我那一剎鬧 我覺得好驚訝 我說如果是我 我做不到 真的 因為我覺得他那個笑容很 很天真耶 然後他老公坐旁邊 他就幫他老公餵小顆粒 因為他老公一直吵 一直吵 一直吵鬧這樣 他就餵他是小顆粒 他就不會鬧了 對 然後我這一個 那時候我心裡我覺得說 為什麼會嫁給他這樣子 然後我聽他婆婆講 才知道說 他們去算命啊 在印尼啊 他不是有一個回教 他是算命 老是說 你以後會嫁給怎樣怎樣的人 這樣子 後來他去相信的時候 他就中了 就是中鋒了 還真的中了 對,就中了 就嫁來台灣了 台灣了,對 所以我這一個是... 我覺得是 他看是沒有未來的 可是他活得很開心 副總 我們對這個行動娘家也好 或者是我們移民署 作為一個大娘家 然後各站的小娘家 你有什麼話想要最後 對我們的觀眾朋友說 好 在我們現在是有外配基金在輔導 一年三億、十年三十億在輔導 以前呢 是針對新住民這個計畫 像青竹這樣子的 是針對那個陸配、外配做輔導 他們也都很長進 現在都很成功 就這樣子 從七年開始 我們有一個新住民火記計畫 新住民火記計畫 是這個小孩 對新住民的小孩 跟他的家人做輔導 輔導到學校去了 就這麼樣子 對 講兩個小故事給各位聽 下段節目 副署長分享最真摯動人的服務故事 在一起 每次早晃 都很成功 就知道 講兩個小故事給各位聽一下 我到普里國小去 普里國小他們有在做新住民紅旗計畫 紅旗計畫裡面有規定說 老師要到家裡面去做家庭房宿 去做關懷 就這樣子 普里國小一個主任 就帶了助公到一個新住民的家庭去 他看看好像這個家庭 好像少了一個什麼東西 結果發現說少了書桌 小朋友在床上寫功課 他回來就跟他的鄰居講說 這個新住民家庭 家裡沒有書桌 鄰居說 我這邊剛好有一個書桌 是現在不用的就送給你 我們學校的主任就請了一台車子 把書桌帶到新住民的家庭 小朋友看到他有書桌可以讀書了 就非常的高興 就這麼樣子 另外在竹山 竹山我們有規定新住民紅旗計畫 要辦親主體驗營 他們竹山國小就辦到七谷沿山 規定說要帶小朋友 要帶父母親一起來 結果有一個小朋友的父母親離婚了 跟爸爸一起住 他就去... 小朋友就去跟媽媽講 是不是可以那一天跟他們一起到七谷 去做體驗營 去交遊 媽媽就一起去了 結果呢 去回來以後 就對父母又重新結婚了 請 主任 這個... 最後要跟我們觀眾朋友說 關於你自己的小娘家 還有新住民朋友 我們希望說 這個...不管陸配外配 都能夠在台灣 能夠生活有很好的改善 也能夠在這邊適應這邊的環境 那個靖怡 在你的服務過程 在時間最後 不管是對移民署也好 對你曾經服務的對象 或者是像Peter這樣的夥伴 有什麼話 最後 好 我自己覺得就是在這樣的服務過程裡面 其實我從來不覺得我是一個住人者 我比較覺得我也是一個受住者 這樣怎麼說 我自己從...舉例好了 我曾經在一個 一個我們服務的對象的家裡 他開了一個越南餐廳 一個小小的店 就在一個海岸的公路旁邊 那他們這個家 他上面有兩個... 他的公婆都很老了 然後嫁給這個老公 他們家有三個兒子 除了他老公之外 他兩個弟弟都是心智障礙的成人 也沒有辦法有工作能力 那他們...他結婚之後 他們也生了兩個小孩 對 然後我就看到 這樣一個女孩子 而且我們... 我們一直跟著帶物資過去 他都不要我們的物資 他會把他的物資再轉送給他 跟弱勢的姐妹 對 那這樣一個女人 漂洋過來來到台灣來 他用這樣的一個店 撐起八口之家 也讓台灣少了一個弱勢家庭 就是我這麼多年來一直在做 我們一定都在做弱勢家庭的服務的時候 發現一個這樣的新移民來到台灣 他改善了一個家 讓他不會成為一個弱勢家庭 甚至有力量去幫助更多 他更弱勢的姐妹 那我覺得這個故事都會讓我覺得 我其實還有力量再走下去 因為有時候 我們的服務過程其實是很辛苦的 滿了 對... 那這樣的過程裡面我就更... 我們常說給他魚 真的不如給他釣竿 所以這樣的計畫裡面 我們很開心的是 我們更希望像特別是台灣的 台灣社會特別偏向地方 面臨老化的問題非常嚴重 那像我們像長濱 長濱是百分之二十的 已經是超高齡社會 對 長濱那邊 我們如果把這樣的一個 這麼棒的人力資源 導入到偏向裡面 做照顧服務工作 像我們現在 訓練他們做腳底按摩 那未來如果我們有機會 在長濱這樣一個偏向 可以成立老人的照顧 讓這些新移民 也可以去幫助社區的老人 照顧他們可以延緩退化 可以在社區裡面老化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偏向來說 我覺得他們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力資源 那我們希望可以導入到台灣 這個照顧產業 其實非常非常人力匱乏的時候 有機會做這件事情 那我想我也相信 像移民署這麼多年來 一直支持我們 在做一些二代的一些客服 或是一些越南語班的 一些很多的服務 透過外配的基金 那包括像今天 我們在做外配的支持的時候 我也希望未來來年 我們有更多的努力去幫助 這些新移民服務 有機會有工作的能力 有機會改善他們的家庭經濟 讓他們的家庭更幸福 也讓我們的社會的 老有所中 壯有所用 又有所長 這個部分真的可以被落實 對 這很開心的事情 對 因為我們在做服務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這些能走出來的婦女 這些新住民婦女 其實她佔不到百分之五 有百分之九十五的 她是走不出這個家庭 那家庭成員對她的拘束 或是說 這個社會對她的那個枷鎖 她是沒有辦法走出去 那我是希望是說 我們社會各界是不是可以重視到 新住民的受教權的這個部分 那我會觀察到 當我們小朋友 當我們偏鄉很多這種的 就是中措生 當我們中措生 中措的時候 會有公權力走進去 請她回去讀書 可是我們新住民到 這一進來也沒有一些法律說 叫她一定要去學校讀 就自然而然就是有一些家庭會去 成員會限制她說 可能要從事經濟生產 各式各樣的理由 我現在清楚已經感同身受 當你走不出去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受到 跟我們一樣的教育的時候 對 你沒有辦法跟我們 有一樣的駕駛觀 那你看事情的看法 就覺得自己會非常可憐 然後一直走不出那個死胡桶 就在困境一直困在那邊 那這是我看到的 我是在這邊借這個機會 就呼籲社會各界是不是 我們要去重視 新住民的受教權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移民署這邊 做已經覺得非常好 可是因為我覺得問題 數在我們嫁過來 老公幾乎大部分也是雙弱勢家庭 對 可是我們一直注重新 就剛才副作有提到 就是說新移民一直要學習 可是老公一直不學習 等到一天我學習到了 回頭看老公已經落了 就已經然後變成 又再另外一個二度的婚姻問題出來 因為有些老公 他不願意給老婆外面上課 他覺得你去外面就學壞 然後又比較 其實幾乎都這樣 然後連婆婆也是 就是這樣子 然後可是他沒有想那麼遠說 如果我老婆什麼都不會講 國日看不懂我的孩子怎麼教育 因為我覺得老公 像我老公很忙啊 他沒有時間教育孩子 如果媽媽什麼都不懂之後 我孩子又怎麼教 然後我們會引起到下一代嘛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很大的問題 我們今天來這個娘家 行動娘家來這裡 我們學到很多耶 對啊 我覺得啦 不管你在哪一個地方 你遇到的問題 你還是要勇敢的講出來 這樣才有別人來幫助你 把你拉一把 而且台灣男人也要進步 是啊 對 就像他說的 台灣的男生也要進步 一起進步 對 一起努力把這個家庭 弄起來 把這個家愛得更好 對 對不對 然後有個廣場 對 要有一個廣場 要讓他們能夠辦活動 對 然後有受教權 對 然後有更多的這個 伊甸基金會的活可以做 還可以 如果大家有吃剩的米 可以就送給伊甸這邊 對 對 因為有很多人 還是需要的 還有伊甸 然後我有 我只要有兩個 我只要有閃東打芒果可以吃 我也要去 然後夫主長 我還有海莉魚 海莉魚 好吃耶 愛上這一家 對 愛上這一家 我們謝謝各位來到我們節目 謝謝大家 感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您 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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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太容重 也不太開心 謝謝…